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无论男女只要是月星在中一般来说都是主心地善良 慈悲 但是男性月星在中一般来说就是特别儒雅 绅士 而且多得异性的亲媚 再加上他本人的运气落在对宫对右为少女 要么他特别儒雅 长得特别白 要么特别招女孩子喜欢 但是我们说了 运在西方为对对为什么呢 对为负 所以说他的命里就主先负后贵 但是我们看说他里面进了一个九星 九星在运功 那就是说有化解力 慈悲善良 但是呢 我们说了 像这种命局 一般来说呢 我们看后天 后天三星进来了 三星进来落到七星的位置 这是属于叫做日月同辉 日月同辉呢 我们说一般来讲呢 他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名望和名气 但是我们看说他的八字运功旺不旺呢 首先生这年 年内太岁呢 跟有金呢 他俩是比住的关系 但是天干的戊土来生金 这就说明他会得太岁相助啊 得太岁相助 那他做什么事情就顺呗 太岁帮助他 再加上月令 月令是丑啊 丑来生金啊 对吧 月令不是丑 月令是水要卸他 他就马不停滴 但是他越往外越卸他 他越劳苦 越辛苦 他的运是越旺啊 因为丑土生有金啊 但是我们说这里还有一个神经 神经来比住他为日啊 然后天干是土 日住是主人脉啊 所以说他会做什么事情 人缘特别好啊 会有人的一个帮助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走运 走什么运呢 走时运 时运为臣 臣土 臣土来生他 这为龙啊 臣为龙啊 有为凤啊 他是属于走到哪里都有龙凤成祥之意 运气特别好 但是唯一不美的是天干禀火来克的运 他总是感觉到像有一种压力的这种感觉 这是属于这个 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 说我们看他的四叶公 说四叶公他里面在丑位 他拔尺里面占了一个丑 这就说明男人有 但四叶公他有四叶心强啊 四叶心也重 但是一般来说像这个四叶公在这个天门的话呢 一般他都是拿过国家丰路和吃过黄粮的 但是他后面一定会转行啊 转到哪啊 转到水星这儿啊 他这个水星为一啊 为玄武啊 玄武为这个三角九流啊 但是他运就在这个对攻对尾口啊 其实他早晚都要走向这种 凭口技而生财的这么一种事业来 这是 但是我们看说他生这一年 年上是说生金 做不住他财呢 说他的财在四火 四叶化合呀 谢他 这还有一个是四叶化合 谢他 所以说他就总感觉到好像我无论多少钱 赚多少钱 钱好像总涨不下 总是不够 是的 这是属于 但是为什么会不够呢 因为他这有一个丑土啊 丑土是业 他就整天忙着事业 忙着事业 忙什么呢 忙田产 因为他月令属于这个水 但是他的家产家业 他其实他不攒钱 但是他攒什么 他应该是攒物 为什么 田宅宫比较棒 田宅宫是装人的和装博的 也就是说装物的 但是他的三星在里啊 也就是他有多少资产 他有多少家业 在子时的位置你不见光明 谁都不知道 谁都看不见呢 而且青龙在内 青龙为八身之之手 坐在这个田宅宫里 所以说他的田宅家业比较旺 再加上你看他的田宅指手化合 然后两个生金来住 生子来生这个田宅宫 所以他这个青龙也算得上是青龙得水 家业是属于这种旺向 至于今年呢 我们说了 从流年来看 也就是说今年四害要冲 冲他今年必然要出一笔钱财 出一笔钱财 但是天干是火来谢 所以说他今年在人情往来世故和各方面就会特别多 而且呢 今年又是他的什么宫呢 又是他的福禄宫 福禄宫又主他的福气名望 那么他今年可能也会享有一些 比方说物质上的一些享受 但是终归来讲 他今年开始行亥水运 那么我们说了 亥水运跟他的运功有什么关系呢 谢他呀 所以说他今年就会比每一年都超新 而且为钱财的事情而超新 但是我们说天干是土 土来生他运 所以说今年的太岁还比较祝他 反正就是让他劳累 辛苦 超新呗 那我们从刘月上看 说秉丁俗虎 银毛来冲 他正月二月他会跑的马不停蹄 到处跑动 但是唯一不美的是里面是沟沉的 他往外跑 今年就感觉到比每一年都累 尤其是二月 到了三月的时候他就好了 为什么 三月尘土来生他呀 天干是木土 天地都来祝他 所以说呢 尘土与有金相合 所以说他到三月的时候是开始顺了 四月天干是金 四月是属于土来生金 五月天干是金 六月是金 所以说都来祝他的运 所以说他今年是最旺的一个月是在三月 四月份呢 是因为四五位 四月五月属于这个五火 多说少少还客 但是不影响他的这种运程和运气 那么我们说了 到七月八月九月这都属金了 可惜天干是水 水要卸他的运 所以说总归来讲 他只有在三月份的时候是最新闲的时候 然后呢 其他的这一年的十二月 他都是在劳碌辛苦之中度过 但是他今年比每一年都会想一些轻浮了 不像以前跑的那么累了